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台湾文学史概论第五集 我会把头影片整理成一个网址 放到说明栏中让大家私下复习时作为参考 我是徐伟珍老师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古典文学时期1683到1895年中的 本土古典文学时期1810年到1895年 清朝呢他从1683年开始统治台湾 而且呢将学校教育汉语文学传入台湾 在上一集的时候呢我有提到说 开台禁士郑用喜啊 他是在1810年经绑提名 但是呢在他之前呢 台湾已经有一位武进士 以及三位武文进士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看 这些开台禁士究竟有哪些人呢 武进士软红义 他在康星33年 西元1694年的时候 他考取了进士 他是台湾第一个武进士 文进士则有 陈梦球 王克杰 庄文静 等三人 陈梦球呢 他是明镇时期 陈永华的第二个儿子 他在康星33年 1694年的时候 考取了进士 他是清朝统治台湾之后的第一个进士 那虽然呢 他后来是搬到台南来了 但是呢 他的籍贯是在福建 隶属于汉军镇白旗 所以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就不能被称为 正式的开台进士 而王克杰呢 他虽然是在 乾隆22年 西元1757年的时候 考中进士 但是呢 他也是小时候啊 跟着父亲 从泉州过来台湾的 虽然来的时候呢 他的户籍已经是台湾人了 但是他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因此呢 也不能说他是台湾本土文人的第一位进士 再来呢 就是庄文静 他在乾隆31年 西元1766年的时候呢 考上了进士 虽然啊 他是用台湾的户籍考上进士的 但他考上之后 他又回归到全州的户籍了 因此呢 也不能说他是台湾本土文人的第一位进士 台湾本土文人的第一位进士 是新竹人郑用喜 他在嘉庆23年 1818年的时候中举人 到光3年 1823年的时候 他得到殿士的三甲 第109名 被刺统进士出身 这个是台湾陆清朝版图的一百多年来哦 台湾籍贯的考生 首次登科 所以呢 郑用喜他有开台进士或是开台皇甲的美申 他曾经写过《淡水厅初制稿》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后来没有发行 但却成为日后陈培贵在编写淡水厅制的重要参考资料 那在郑用喜当时的年代啊 就是从大陆来台湾 破坑的民众有很多啊 那就时常因为 争土地啊 墙水源啊发生了泄斗事件 这些泄斗事件啊 在咸丰三年来更为严重 因此呢 郑用喜在咸丰四年的时候 他写了《劝和论》一篇文章 希望能够劝解这样的憾事发生 那这篇文章呢 也被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选为 30篇文言文范文的其中之一 蔡廷兰彭福人 他被称为邱元先生 他在道光25年1845年的时候 中进士 人称开蓬进士 在道光12年 西元1832年的时候呢 澎湖发生很大的饥荒事件 那蔡廷兰呢 他就做了 请吉正哥为名请命 很有慈悲心的一个人 那他做了这一个文章之后呢 他就获得厦门地方首长 周凯的赏识 当时呢 他的大名就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 他就是澎湖在地的有名人物 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就是澎湖之光 他后来呢 在隐心文石两个书院任教 然后他的著作有 海南杂著二卷 香煮失草一卷 我们来谈一谈海南杂著这本书哦 这本书呢 是在道光14年 西元1834年的时候呢 在蔡廷兰啊 他出去办事 然后呢 他要坐船回澎湖的路上 就遇到了台风 他没有办法回澎湖啊 他就被吹到了越南 他在越南的期间啊 历经三个月哦 他就将这个经历写成 海南杂著 这本书了 那海南杂著这本书呢 他描写了越南的历史啊 风俗啊 人文啊 物产等等的资料 到现在呢 他还是考察 越南卵巢前期 民俗发展的珍贵史料哦 那这本海南杂著 是当时的超级畅销书哦 大概就是现在的 成品啊 金石堂啊 这样子的书局 畅销书排行榜的冠军哦 因为他经过了一刷二刷三刷 在清代出了第四版四刷 而且呢 在光需三年 西元1877年的时候 还被俄国传教士 译为俄文 后来呢 还有法文啊 日文啊 越南文等 多国一本 这也是台湾的第一本 海外建文录 也是呢 第一次的台湾文学 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出版的首例哦 那在这集的蔡廷兰呢 还有第三集的省光文 教会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有时候台风来啊 不见得是坏事 反而还能成就许多好事呢 再来是 陈兆兴 自博康 浩陶春 他是彰化人 那他被称作 诗史 我们知道呢 唐朝的诗史 就是杜弗嘛 那台湾的诗史啊 我们要记得 就是陈兆兴 陈兆兴呢 他在1862年的时候 协助了清廷 镇压戴朝春的势力 他的著作有 陶春诗稿八卷 他末梁卷 又被称作 舵舵银 这舵舵银呢 他就描述 戴岸期间的经历 再来呢 林湛梅 他是有点传奇的人物哦 他的家族呢 是台南的盐商 当时就已经很富裕了 后来迁到新竹啊 他们家还是超级有钱人 那林湛梅呢 他不但是文武双全啊 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哦 1849年呢 林湛梅他所修足的浅缘 是当时新竹文人主要的活动据点 他曾在英军舰队侵犯基隆沿海的时候啊 他捐巨额巨大的款项 然后舰炮台协防 也曾在张权卸斗的时候呢 招募民间军队以防战事蔓延 在林宫之之变时 他还捐赠了百米三千弹哦 在咸丰四年西元1854年的时候 林湛梅还协助平定基隆的海贼 在同志元年西元1862年的时候 代曹春事件爆发 在竹倩境内啊 就是有很多土匪啊 趁火打劫啊 非常的乱 那个世道很乱很乱 那林湛梅呢 他变卖田产 组织团练 独称大局 他曾经担任全台团练大臣 他的世界有浅缘情与草 传颂一时 他在他们那个时代呢 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后来呢 清廷因为他的功太高 然后想要让他做更高更高的官 他就拒绝了 因为树大招风 他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 总之我们看他的战功标柄 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人 再来呢 吴德公他是彰化人 他是彰化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哦 他主持过彰化的预音堂啊 综艺词啊 解校词等等的筹建事宜 在关需17年1891年的时候呢 他曾被受聘为台湾通知局 他主修彰化县制 而且呢 在关需20年 西元1894年的时候 完成了采访册 但是呢 在一味战争的时候 这个采访册就消失散意了 那在1895年的时候呢 他就筹设了连甲局 参与抗日的活动 在抗日活动失败之后呢 他就避乱隐居 后来日本呢 他就日本想要聘请他 继续出来当老师啊 他就是后来也是有在答应的 他的著作有 让台记 彰化节校册 台湾游记等书 再来许南英呢 他是台南定士 他的号是窥原祖人 他在关需五年的时候 西元1879年的时候 中秀才 西元1886年的时候 中举人 关西16年 西元1890年的时候 中定士 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呢 他在台南啊 担任行政的职务 辅佐刘永福的抗日行动 他的著作有 《窥原流草》等书 那邱逢甲呢 大家都很知道他嘛 他是苗栗的客家人哦 他的号有 台海 痛哭声 海东移民 邱逢甲六岁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文章咯 他十四岁就考上秀才了 二十五岁中举人 二十六岁中警士 他被誉为东宁才子 邱逢甲呢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在李鸿章呢 他跟日本签订 马关条约要割让台湾的时候 邱逢甲他就是陈述啊 反对割台 反对反对反对 但是没有办法 他再怎么反对 条约还是生效了 那在这个条约生效之后呢 唐景松呢 就发表了 台湾民主国的独立宣言 那这个时候 唐景松呢 他就出任总统 由永福为大将军 以秉锐为军务大臣 邱逢甲呢 他就是副总统 兼任练团使 那邱逢甲 他就是负责来统领 这个义勇军就是抗日啊 后来抗日失败啊 这个守军不敌 秋逢甲他看到局势 就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他就做了离台师六守 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城无力可回天 扁州去坐吃椅子 回首河山 亦黯然 这个意思是说呢 李鸿章他是有权力 在马关条约的时候 把台湾跟澎湖啊 割让给日本 虽然呢 许多治士啊 就是很奋战 抵抗这个日军的侵略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力挽狂澜了 那什么是扁州去坐吃椅子呢 就是说呢 在春秋时代的富商范里呢 他曾自称为吃椅子皮 那在越王成功复国之后呢 相传呢 这个范里啊 他就跟西施 西施就是古代那个美女西施 双树双飞 然后云游逍遥去啦 所以呢 吃椅子在这边呢 就是指说 秋逢甲呢 他想要效仿范里这样子 云游四海的意思 但即使他已经在云游四海了 他想象他在云游四海咯 他也会忍不住啊 想要回头看一看 就是以前的山河已经不在了 他的内心啊 悲痛万分 最后一位是洪气生 他的原名是潘贵 自月桥 他是彰化的陆港人 在台湾割浪后呢 他就改名为洪炉自气生 意思就是说呢 在台湾割浪跟日本之后呢 让他感到有点生无可恋了 他就把自己叫为洪气生 在清朝光绪十年 1884年的时候呢 他以第一名入学生园 这很不简单哦 但是在1895年的时候 马关条约之后 他就不想再考试 不想再用功名了 就是不想再上进 再前往那个仕途的路上了 那他反而呢 就是潜心于诗词啊 古文啊 他就把台湾的历史跟社会啊 就是刻画于他的诗词跟古文里面 洪气生呢 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性格非常的刚烈 他以留辫子的这个行为呢 象征自己反日抗日的决心 后来呢 他就被日本警察抓去 强行剪掉他的辫子 然后呢 他就也是为此奔奔不平 你怎么可以把我辫子剪掉呢 所以他就留下一些反抗的诗句 像是说 长探无天可必情 中伐远海总盟城 本为海岛埋头客 变更衣穿批法人 那他就是以日本来 比喻暴虐统治的情潮啊 在诗中的批法人呢 不但只是他的法型哦 也衬托出他的无奈跟悲凉啊 就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伤感 命运都是任人宰割的这个感叹啊 他的著作有 季贺哉诗满 季贺哉文满 台湾战绩 中东战绩等等 一中呢 入港城福记啊 他曾被选入为 台湾的高中国文文言文的教材 那在下一集的时候呢 我们会开始讲到说 发生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啊 他是在台湾的日据时期 还有后来的各个时期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因此呢 会用下一章的专章来讲述 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说明栏有本课的投影片 因为未来有可能会出书 所以影片中的所有资料呢 请大家自己私人使用就好了 千万千万不要拿去盈利哦 好 那就这样子咯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